学佛妙观 佛法应该用在现实生活当中 举个例子 家庭的一些矛盾 你要学会妙观 夫妻孩子相处在一个屋檐下 但学佛人心里要明白 只是因为过去身中的缘分和牵绊 倘若今生彼此债务还清 来世其路个别 永不相见 有了这样的真实观 即使现实生活当中 夫妻背叛孩子离开 你都能理性地面对 因为你身观因缘 果报不虚 你就不会像别人一样 愿天尤人反目成仇 结下更深的恶缘 来世跟着受报 如果用这种佛法的思维来观照 就是让你想通 就是让你想通想明白 感情就是冤亲债主 不是来要债 就是来讨债的 你就不会执着在现实的烦恼当中 随顺观察 和现在的果报 和现在的果报 如果你现在能够用妙观 你就知道这辈子还清债务 下辈子各奔东西 永不相聚 这样就能化解 你心中的烦恶 因为所有亲人都是因缘俱合 大家彼此珍惜 放下对这份过去的缘分和执着 一旦无常到来 缘分散去 你就不会哭天抢地 也能坦然接受 这就是菩萨教我们的妙观察制 任何亲人都是短暂的因缘俱合 同样 妙观察制 关你的钱财也是一样 你今世有钱 也是上辈子你不失得来 你今生的贫穷 也是你上辈子作孽所致 人因为看不到过去和未来 所以我们对今世 还有很多的妄想 和愤愤不平 所以不再要我们看到 你今世的好 是前一世修来的 你这辈子的不好 也是你上辈子作恶来的 这样的思维引导 让我们看到前世因缘 你就不会心中有恨 同样 同样以未来的眼光 让我们看到究竟 师父曾讲过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过 今生作者是 有了这种观照能力 你就能对未来 升起信心 因为 未来可以由你掌控 因缘聚合 是缘分 坦然接受 随因缘 不结仇来 不结冤 此生化解 不晕眩 当你在今生 历经诗意的时候 你心中 不会有恨 因为 你知道 这是前世 你造恶所致 所以 你今生 会更加努力的 去做好事 当你有福报的时候 你也会明白 是前世 善因所致 所以 也不要太得意 可能 你的福报 很快 就会过去 对我们修行人 能够知道 自己的未来 和知道 自己的现在 你就等于 拥有了智慧 等到你懂得 什么叫 迷惑颠倒 什么叫 积功行善 你就慢慢懂得了 般若智慧 在你的人生当中 慢慢地 转成 清静无为 你就在 解脱自己 修心道路上的烦恼 生活当中的一切 你都会很当心 因为 一点点错 你就会给自己 制造 未来的果 一点点善 你就会给自己 制造 未来的甜 不以善小 而不为 不应恶小 而为之 所以 要真正地 从执着当中 脱离出来 每天 在家里 就需要 生活 佛法化 做饭 做菜 给家人 就是在行 菠萝蜜 做家务 可以是行 禅定菠萝蜜 做膳食 就是 精进 菠萝蜜 夫妻吵架 你能忍辱 就是在行 忍辱 菠萝蜜 这样的话 你的生活 佛法化 佛法 生活化 你自己 慢慢 就会懂得了 一条 解形的原则 佛法 生活化 生活 佛法化 生活 不牵挂 倾听 菩萨化 每天的生命 充满 佛性 你就会 充满着力量 因为 因为你每天知道 你自己 是在积德行善 还是在 造孽 众因 所以 学佛人 修 清净思维 随顺观察 若行 若止 这样 你每一天的生活 就等于 在佛法中生活 不会走偏 妄想 执着 乱哄哄 今生 做着 潜世梦 梦醒 十分 债还 完 不结 心愁 不结 冤 缘分 结束 离得远 今生 了却 前世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